哈喽,又到了我们复习的时间 那今天要看的是LeCode的206题reverse link list 然后因为我之后会做一些reverse link list题目的变化题 所以我想要先把这基础再更加强一下 因为需要剪那些题目的话,我必须要知道如何reverse link list 那这题呢也是一个网红题 基本上2019年跟2020年非常的火 因为大家在面试的时候都很喜欢问说 你能不能reverse link list 那这一题的题目有两种解法 如果你用一种解出来,他又会问你说 那你能不能用另外一种解法去解出来 就是这一题有iteratively的解法跟recursively的解法 那也是一个工具题,我们叫工具题 因为你可以利用这个技巧去把许多变化题去解出来 那如果你不会这个技巧的话呢 你没有工具可以用 那你当然题目就没有办法做出来 工其成必须先立其器对吧 你的刀不立的话你没办法去工程对吧 工程工不下来 那各个大家小小公司都有考过在最近半年内 亚马逊跟Apple、脸书、Microsoft、Google全都考过很多事 还有各个大家小小公司,我就不一一的把它列出来 那在之前呢,如果我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题目 因为很简单,这边已经列出来,它给我们一个link list 如果是123的话呢,我们要把它reverse变什么321 跟这边input一样,input是什么12345 output呢就54321 然后做一个通常的point到,做一个pointer就是no 然后呢,这边刚刚讲有两种解法,对吧 你能不能用 iteratively解法解出来 或者呢,是用recursively的解法解出来呢 那当然我们两种都要会,以防面试官 两个都问我们,对吧 那通常如果他把这一题考出来的话呢 他肯定会问你能不能用这两个解法解出来 然后你还要去跟他说这两种解法的时间复杂度跟空间复杂度 那我们开始看一下重点 我觉得这一题呢,其实重点很少 所以我要就是用图画出来的话会更容易去了解 iteratively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步一步的去移动 每移动一步呢,我们要边做一个reverse 边做一个指针的反向转换 然后直到link里是空的 之后只要return我们记下来的头 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图 我们知道我们head一开始都是在最前面,对吧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preverse 给他一个preverse点 这个就是我们记录下来最后要return的头 然后呢,我们说过要一步一步往前移,对吧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next note 好,但我们下一个点是什么 我们下一个点是不是就是我们head的next呢 所以我们下一个点把它用n来讲 这个是next的意思 然后p呢,给大家把它讲的是preverse的意思 好,我们下一个点是在n这个地方,对吧 然后呢,我们的head就可以干嘛 head可以指向我们preverse的地方 好,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preverse的地方呢 就可以变成head 好,这样我们有没有看出 我们看到我们有在做一些转换的,对吧 就是head只向preverse 然后preverse就只回向 preverse就变成到head 然后呢,head现在要干嘛 head现在是不是就要把自己更新到 下一个点 因为我们第一个步骤已经做完,对吧 我们再repeat这个步骤 我们的下一个点是在哪里 下一个点是不是就是head的next 所以是在这边 然后呢,head现在要把自己指到前一个地方,对吧 所以head要指向preverse 那这边看哦,当head是在这边,对吧 preverse在这边 那head就是2,preverse现在在1,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把head指向preverse的话呢 那这边这个箭头是不是就变成 这样子 因为head指向preverse,对吧 然后呢,当head指完preverse之后呢 preverse要把它干嘛 把它变到head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head就可以变成到next node的位置 好,这样我们又做了一遍循环,对吧 然后再看下一步是什么,head的next的在哪里 是在这边,对吧 所以那我不管它 然后呢,head现在要指向什么 指向preverse preverse是在这边 head是在这边 所以呢,当head指向preverse的时候呢 有没有发现这边这个箭头呢,也会变成往回指 往回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preverse做个更新 preverse就会来到head这个位置 然后head呢,又会来到next node这个位置 然后你再做一次我们刚刚的循环 我们head的next node 下一个点是在哪里呢 下一个点是在这边,对吧 head打next 然后呢,head现在要干嘛 要指回向preverse head在这边,preverse在这边 当head指回向preverse的时候呢 这箭头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preverse就可以去更新 更新到head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一步一步往前移,对吧 然后呢,head也指完之后呢 head又要到它下一个位置 然后呢,下一个位置是哪里 这边,对吧 就是空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head要指回向p,preverse这个地方,对吧 所以当指回去preverse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p要回到head的位置 然后head更新的时候呢,发现什么 发现我们已经到头了 对吧,我们指到一个空了 指到空之中呢,我们干嘛 我们就可以return我们寄下来的头 我们接下来头是哪里 现在在这边,对吧 p,对吧 所以当我们returnp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return 5 指向4 又指向3 又指向2 又指向1呢 对不对 没错,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iterative的reverse 然后这一题,我写call的时候我有一个小技巧 编写编跟大家讲 现在直接把call写出来 因为这个call也不长 所以我们有一个div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叫它 Iteratively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head 然后呢 是一个list node 那return什么呢 也是return一个list node,对吧 好,那我们说我们要一个prev 对吧,所以prev一开始是什么 它什么都不是,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走我们的回圈 你就可以说while whilehead对吧 就是表示如果head 不是空的话呢 我要一直走回圈 那当说head走到num这个地方的时候 回圈就要停了 那我们就开始可以干嘛 我们先把head的那一个位置 下一个位置找出来 对吧 我们就可以说 next node 是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 head.next 对吧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边 是不是每一次 n更新的时候都是在head the next的地方 对吧 所以next node 就等于head.next 然后呢 head.next 寫完之后呢 那head the next 要做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刚刚说的 head the next 要止回去previous 对吧 所以这边就写previous 然后当 previous 被用到之后呢 我们就 是不是要更新它 所以previous 就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head 跟我们刚刚图说的一样 对吧 我们pi的更新 到之前head的位置 然后呢 当head被用过之后呢 head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更新 head 更新什么 更新到next node 对吧 我们每次head主要到更新到head node next node的地方 那当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return 我们的previous 对吧 那这边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中间有个patter 就是每 当这个东西被用过之后呢 他就要需要做个更新 我们看一下patter在哪里 这我之前在之前题目有讲过 不过这边再重新再讲一次 里面没看过其他影片的人 你们发现headnext被用过了 所以我就要更新他做下一个诗 previous被用过了 我就更新他做下一个诗 对吧 然后这边head也被用过了 我更新他做下一次 所以这边是有个patter 对吧 都斜斜的上去 斜斜上斜上 然后最后呢 再反斜的上去 next node呢 也等于next node 对吧 如果有时候突然间面试太紧张 当思路乱掉的话呢 那至少你记得这个pattern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做 就是 我如果 当把这个东西用掉之后呢 我下一步就是要去更新它 一开始我把什么 我next node等于什么 等于head.next 对吧 那head.next我用过它了 所以我不需要更新它 怎么更新它呢 就是head.next等于什么 等于previous 对吧 因为我知道head的下一个键头 要指挥向previous 那当我用完previous之后呢 我想说OK 那我现在要更新previous 那previous叫什么 就更新到head的位置 然后head用完了 所以要更新head head 更新当然 自然就更新到它下一个应该在的位置 好 那这是这一题的code 那时间复杂度呢 很简单对吧 我们每个点子走过一遍 是ofn 自然就是link list的长度 那空间复杂度呢 没用到任何data structure 所以是constant 这就是用iterative的时间复杂度 和空间复杂度 那这面试官肯定会问你的 所以必须要知道 好 你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看一下recursive里的 嗯 就是我觉得比较tricky 比较难懂的一个 嗯 思路 我一样去复习 复习多了 我们自然就会记得 然后自然就知道怎么用 重点也不多 我们要先一直移动到座尾巴 然后再开始reverse 那怎么一直移动到座尾巴呢 我们会有一个recursive的方程 去一直去叫它对吧 一直叫叫叫叫叫到我们base case 符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return 所以呢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一样有一个 嗯 p好了 嗯 不要加p 我们叫它reverse list list head head 好了 所以rlh ok 所以我们叫它rlh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head在这边对吧 然后呢我们少什么 我们要看说我们的head 目前是不是空 然后呢 他的next 是不是空 这是我们的base case 我们要去想说 如果我们做recursive的话呢 我们的base case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怎么样 我们要一直去 用这个观念就可以一直移动到座尾巴 我们的head是不是空 head是不是空 不是空对吧 他的下一步也不是空 所以移动到下个位置 我们的head是不是空 不是空 他的下一步是不是空 也不是空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head是不是空 不是空 他的下一个位置也不是空 所以我们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head他是不是空 不是空 那他的下一个位置也不是空 对吧 然后head是不是空 不是空 可是他的下一个位置呢 是空了对吧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已经移动到座尾巴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 我们的reverse 对吧 好 那移动到座尾巴之后呢 那我们要干嘛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必须要return回去 对吧 return回去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知道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reverse list head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回来 之后呢 我们要怎样把这个箭头 让他指回去 试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我们的head现在是在这边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head已经return回来 我们head现在是在这边 然后呢 head的next是什么 是5 对吧 那5的next 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改成这个箭头的话呢 把这个箭头往 把这个箭头往左边指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5的next 就等于head 所以这边是 我们就可以说 head 打next 再打next 等于什么 等于head 如果用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head 如果这中间都没见到 head打next 是5 对吧 然后5 然后再打next呢 又是等于head 对吧 这些箭头就只回到4了 只回到4之后呢 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4之前指的箭头消到 对吧 这个就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我们的rh head 再return回去 对吧 因为这是我们要记录下来的 我们reverse link list的头 回来之后呢 到新的head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3到4的箭头给换掉 所以3的next 是4 然后4的next再指回去3 对吧 然后把3指到4的箭头把它消掉 然后也可以reverse 我们就可以return 把我们的reverse link list的头return回去 这样前面的人才知道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又是干嘛 head是在这边 对吧 所以head的next 在next等于他自己 然后再把这个箭头消掉 然后再把我们的头 回 return回去 让前面的人知道 所以呢 head现在是在这边 然后head的next 然后再next 就指回到自己 对吧 然后把这个头消掉 这样子呢 最后我们一样 只要return什么 我们return我们的head 因为这个head是等于什么 等于5 4 3 2 1 对吧 所以recursively 就是我们要一直把它移动到最半 然后再开始revers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code 这边也加solution 然后呢 一样对吧 也是一个head 然后呢 是个least no return什么呢 return list no 所以我们开始要写什么 写我们的base case 对吧 所以 如果 head不是空 或者呢 sorry 不是 如果head if nothead 如果head是空 orhead or or not head net 如果head 如果没有head 也没有head net 的话呢 那我就 就是我们的base case 我们就要return什么 我们就可以return head 然后这是我们的base case 对吧 之后我们就开始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要去一直叫自己recursive的一直叫自己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recursive里的解法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说 嗯 嗯 这边是一个 rlh reverse linkless head 就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solution 然后呢 刚刚说什么 我们要去看下一个head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下一个head放进去 head 去看下一个head 他的 他是不是空 然后他的下一个值是不是空 然后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一直 去recursive check每一个head 就像我们刚刚画的图一样 看看他是不是no 然后直到他到尾巴之后呢 才会return回来 然后之后就是我们的 什么head head 打next 打next 等于什么 等于head 对吧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箭头指挥上到自己 指挥上到自己 指挥到自己之后呢 我们不要忘记要去清除我们之前的箭头 所以head打next的箭头呢 就会变成none 对吧 因为 我们再来写一下 3 4 5 假如我们head在这边 对吧 head 打next 然后打next 是等于4 然后呢 head的next呢 是在这边对吧 那他现在等于no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自然了 箭头就指回来了对吧 然后之后只要return什么 我们要把我们的reverse link is head return 回去让前面的人知道 好 那这一题的code就是这样子 空间复杂度呢 是什么 一样是o of n 对吧 因为 每个点要去 经历过一次 但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一直recode自己 所以这中间会有一个code stack code stack 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 虽然没有用任何的data structure 不过我们一直反复的code自己 所以我们的 空间复杂度呢 就是o of n 那n自然就是你有多少个code stack 那这就是 iteratively 跟recursively 之间的不一样 他们的空间复杂度是不一样的 好 那现在我们移到幸福的时刻 欢迎来到幸福的时刻 我们现在把刚才的code 打上去 好 我们先用一个 iterative的解法 那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一个previous 对吧 previous等于node 然后可以开始做我们的回圈 当head 不是node的时候呢 我们要一直跑这个回圈 这边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我们可以说 nextnode 对吧 nextnode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head.next 然后呢 用过head.next 所以要更新它head.next 现在就指向previous 然后用过了previous 所以现在要更新previous previous previous就等于什么 等于head 那我们用过了head 对吧 所以现在要更新head head就等于什么 等于nextnode 一开始我们设定的值 好 然后之后再return previous就可以了 把这个code送出去 好 送出去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code 清掉 然后呢 开始用我们recursive的解法 所以一开始要干嘛 我们要一个base case 对吧 所以呢 base case base case是什么呢 if nothead or nothead.next 就是如果head跟head.next 都 有一个是空的话呢 我们就要干嘛 就是我们base case 我们要returnhead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到座尾巴了 这是我们的reverse link list 的head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说rilh 对吧 这边写reverse link reverse list head 好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自己对吧 所以这边要叫一个reverse的方程 然后呢 是什么 head.next 我要去看下一个的位置 的位置是不是空 如果不是空 那我要一直移自己 一直把自己移到最右边 再开始做我的箭头反转 那怎么做箭头反转呢 一样对吧 head.next 打next等于什么 等于head 要把箭头指为像自己 然后指完像自己之后 不要忘记把自己的下一个箭头指向no 然后就把reverse reverse list head return回去给前面 让他们知道 座尾巴位置在哪里 好 那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 送出去看看 好 那这题送出去也是过了 那不要忘记中间 这中间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空间复杂度 recursively的空间复杂度 就是ofn n就是你stack的长度 然后呢 iteratively的空间复杂度 就是没有用任何data structure 对吧 所以就是constant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 基本的工具体 那大家都要去熟悉的应用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加长的去复习 以免面试到的时候 手忙脚乱 如果影片有帮助过你的话 那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最后也祝 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